美国、英国和澳洲上个星期组成了三方安全联盟AUKUS之后 就造成澳洲跟法国之前签订的核潜艇协议告吹 改由美国和英国协助打造 法国因此非常不满 斥责美国在背后捅刀 更史无前例的召回驻美国以及澳洲的大使 让法国跟美英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降至冰点 那么面对正气到头上的法国 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就出面说了两句话 试图想要缓解矛盾 约翰逊只是迂回地劝请 英国某些最亲爱的国际友人 应该要自我克制情绪 甚至还秀出法语说饶了我吧 虽然在话语当中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这一番话明显就是在向法国喊话 希望他们不要再生气了 亲爱的朋友不要生气 身在美国华盛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不点名地促请法国的朋友们息怒 他强调美国英国和澳洲所成立的AUKUS联盟 并非要把任何人挤出局外 或是针对任何国家 而是让全球安全向前迈进一大步的计划 另外美国也向法国伸出橄榄枝 尝试要平息这次的外交风波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昨天就这次的风波 首次展开了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 并强调对话气氛十分良好 然而当记者问到 拜登是否有在通话当中 向马克龙道歉时 沙奇却三间齐口 没有正面回应 无论如何沙奇表示 双方将在未来的10月 相约在欧洲会面 进一步修复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美国英国和澳洲现在是忙着说尽好话 试图想要补国 不过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让法国感到恼火 没有办法忍受的是 澳洲总理莫里森在今年6月中旬访问法国 在爱丽社公跟总统马克龙会面的时候 居然当面欺骗了马克龙 有一名法国总统府的官员对路透社说 莫里森不只只字未提废除法澳潜艇合同的这件事 反而表示同意双方高层继续落实这项合同 而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分析也说 对法国政府而言 这次危机不仅因为澳洲撕毁潜艇试剂合同 让法国经济损失巨大 对他来说 盟国之间的互信也已经出现了危机 最让他震惊以及不可接受的是 美英澳密谋了几个月 却没有向法国透露半点风声 报道提到 美英澳三国的背叛 将让法国乃至欧盟的印太战略面临考验 这是因为马克龙在2018年访问西米的时候 曾经把法澳潜艇合同比作是一场50年的联姻 法国也试图借此推动欧盟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 但是如今这个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如果这一个核潜艇计划得以落实 澳洲未来可能可以在本区域 进行海上例行巡航 包括穿越南海海域 最北可能行驶到中国和台湾周边海域 路透社的分析说 从澳洲的西岸出发 直插南海甚至是台海 很可能成为美国核潜艇未来巡航的一条捷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